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医学团这个事情从1900年发生一直到现在是110多年 那么110多年可能在各位的印象当中形成了一些评价的基本框架 那么这个基本框架可能就是两个极端了 一个极端呢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教材里边讲的就是反定爱国运动 那么大概这个是已经成为我们60年来的一个主流意的心态 就关于一颗团的这么研究是基本上都干了这么一个思路去讲 当然最近二三十年来 各位的年龄可能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大学毕业了 那么在这最近的一二十年来呢就是近代实力研究也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关于一颗团的看法呢也形成了很多新的这种认识 那么新的认识当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看法 也就是说可能这二十年来吧就是说一个颠子性的看法 就把一颗团看的什么看的是一个就是说反人类的 对吧这个中山大学杨伟诗教授说那他也在北京 他叫做反人类的一个行为 因为确实一颗团在当时是杀了不少杀了不少这个教民教士 那么这两个极端呢其实我作为学术史的说理的时候我都注意到了 这两个包括其他这种看法都还有 那我当然我想可能我这两个看法呢我都不会认同 但是我都会去注意到他们的看法的一些合理性 所以我今天讲的我想讲的就是说可能提供一个更新的一个视角 就观察一个团的视角 就可能还不能去讲他有多深厚的这么一种意识形态的自觉 有这种什么爱国啦什么自识的自觉 而且对当时来讲爱国更不构成一个中国人想法 其实我们做近代史呢我们在讲近代的时候可能都注意到 从近代近代的开篇开始从洋平的人开始大家都在讲 都在都在讲中国人民怎么爱国 其实可能从三元里看以后大家讲的可能都是一个假故事 都有什么假故事呢 就是都是在用我们后来的眼光去重新扩大化的解读了某一个个案 其实近代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近代一直到了抗战前 我们并没有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因此中国老百姓对这种战争也好 对这种外来的战争 对内对外的战争 老百姓基本上是一个袖手旁观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第一次亚配战争 第二次亚配战争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文献 基本上老百姓是不介入的 如果各位还觉得有什么不太理解的话 可以看看就是说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就是军队和军队 本国的军队和外国军队怎么打 其实和老百姓基本关联不是很大 他真的和政治家和军队有关 和老百姓并不共同关联 因此从这个视角再重新回望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 以和团这件事情 可能我们就会有新的认识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可能展开的很细 我想讲的就是说 可能要放大一个大的时段来看 那么一个大的时段就是说 我们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群 一信仰这种 这个民间宗教这种特征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群体 而且就在什么 我们教材里面跟讲究的 伊克团起山东不到三个月 片里红 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账号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 注意到现在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从1860年开始 中国从他上的就是说 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我们就是过去讲一个洋运的那种开始 但是中国一直处在一种管制下的 一种管制下的经济发展 因为国家对资本 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一种方式 在发展了那个34年 从1860到1894年这个发展 是国家资本主义最高度管控的 他并没有说其他的像后来这种什么 民主资本 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说这34年发展 基本上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的 就老百姓在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是内地的老百姓 他并没有在这个里面获得什么好处 或者就是经济发展当中 中国的老百姓分享了什么 发展的成果改革的好处 没有 就1860到1894年 这34年 那么这34年发展 最后当然中国也证明 中国的力量是不行的 1894年加国战争 一个局部的 在基本上在中国境外打的战争 规模非常小 但是中国的力量 一下子就被打败了 当然中国人当时不承认失败 中国就是在马关谈判的时候 我们现在我们教材里边讲 什么巨大的损失了 什么这种惨败 其实当时中国政府刻意要强调 就是我们不是失败 那个条约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中日马关讲和条约 而且中国反复在强调 就是我们不是来求和的 我们只是来给你 就是大家停赞 不打 在谈一个善后 中国并不是在表面上 并不承认在马关的失败 就是加国战争的失败 但是实际上 中国的知识精英 中国的政治精英 是认为这场战争 中国失败 而且有加国战争的失败 中国做了很沉重的检讨 就是1895年开始走向 就在马关调业签进的前后 中国开始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 就是走向尾心 把原来向西方学习的方向 改成向东方学习 学日本 1895年就是违心运动 我在我的书里边 刚才有一位朋友拿的 就是近代通史 第四件里面 我讲 这就一个违心时代的开始 那么违心时代就是学日本 学是日本的民主违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看中国的1895年 马关调业带给中国的变化是什么 那就影响了我今天讲的主题 马关调业带给我们中国的变化 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 各地赔款 对吧 都讲各地赔款 各那儿了 辽子曼岛 台湾 赔款 赔了多少两银子 那么这两个当然都是很 都是很重要 都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另外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什么 朝鲜独立 就承认 中国政府承认朝鲜独立 已经不再是我的输国了 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这个国家 因为加工战争就是为朝鲜的前途而打 就是为前朝鲜 说 那就朝鲜 日本本来就是要求朝鲜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为朝鲜前途而打了 但是战争一结束就是第一条 马关调业的第一条 就叫朝鲜独立 之后就是 各地赔款 各地赔款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的解读 这个东西就是 赔款这个事情的是什么 近代战争 一直达到今天为止 就是近代一来的战争 古代的战争 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个战争 基本上战后都有个清算委员会 都会去清算这个战争的 这个这种实际的损失 战败的一定会支付 只有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中国成为战胜国 国共两党都不要日本的战争配夸 我们不要 那么在近代战争当中 基本上都会要足少战争的世界损失 所以新主条约就是 义和团失定之后 新主条约的赔款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赔款 那么新主条约的赔款 每一笔每一票 怎么赔的 都有详细的清单 这个等我讲到 如果时间充分 讲到后边的时候 会解读这个问题 那马关条约的 在各地的问题上 更是这样的 日本在近代的发展当中 它就需要一个出口 需要一个就是从 保国踏上大陆 那么他一段落 你看他在马关谈判的时候 他要的两块地 都是他从日本这个岛国 要走上来的一个路径 一个台湾 一个辽东半岛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 这两个问题 后来辽东半岛 经过谈判 解决了 就是中国这回赔钱 再赌上日本 就把这个弄回来 那么这个呢 都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我想说呢 马关条约真正影响中国的 不是这几个事情 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 赔点那些钱的话 基本上没有任何伤筋动骨的事情 对政府也好 对老百姓也好 都在不知不觉 就可以赔掉 而且马关的赔款 最典型的就是说 按照当时谈判 是应该四十年赔款 但是我们的财政部长 户部上书 欧农河 欧农河算了一个什么账呢 就和我们这些年 十几年前我们买房子一样的 日本人说 如果按照四十年赔 你们大概得多交 几千万来的这个利息 那欧农河就给日本人交 那如果我们现在就 一次就赔呢 那算就可以免交这个利息 我们买房子现在就这样吗 现在我们当然算 不是用银行的 都是想办法找贷款 结果现在这么说 不给你 不能贷款 守护得付多少 其实我们十几年前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人敢下决心 说用银行的贷款 这都是说一次性 一次性支付最好吗 马关于条约的支付 欧农河就根本不认为 这是对中国伤筋动骨 因此他就是借款环缓 结果四十年的这个 四十年的赔完日本的这个钱 结果让欧农河三年就赔完 那么这个反过来讲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赔款并不构成 家务战争的结果对中国的伤害 不过是伤害的 对中国二亚太 没什么问题了 我借款赔就是了 对吧 很快就赔完了 结果如果 我们现在回想 如果按照当时的 就是这种四十年 这么去支付的话 从1895年开始算起 那就到了抗日战争了嘛 而且这四十年中间 我们中日之间发生了多少摩擦 二十一条 遇到任何一个机会 我们都可以耍赖 不赔了 或者说我们还可以打他一次 让他赔我们呢 二战时不就是他赔我们吗 就可以扯平了 结果我们当时的领导人 都自认为聪明 说我一次 我给中国还节省了 虽然我们共产党一讲 都不能 给节省了多少 那不叫浪费多少 叫节省多少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可能说我这讲的 不构成我们的问题 那么什么构成问题 土地也不构成问题 土地我讲 就是台湾 台湾这个交阁 台湾这个交阁的话 可能是一个很丝杂的问题 很丝杂的问题 其实 清政府对台湾的这种 当时就是说 一旦觉得好像是 隔掉就隔掉 根本就从 马关条约谈判的 这个整个记录来看 李鸿章 根本就没为台湾 去怎么去争取 所以这就后来影响 台独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你们并没有 像你们现在讲的 什么 美丽宝岛不可割让 你们不说割就割了吗 没什么问题的 李鸿章在台湾问题上 只讲了一句话 伊藤伯文问他说 哎 台湾怎么样 李鸿章马上就和民间讲 什么意思啊 你们想占台湾 伊藤伯文说 现在军队在向台湾走 在台湾过程当中 之后李鸿章就讲了一句话说 台湾人可是不好惹的 台湾的野人可不好惹的 再也没有讲过台湾 我们可以去什么 像台湾人所想象的 就是有他们出资 去赎回来 像辽多曼达赎回来 或者交给国际共管 都没有了 那么这里边问题很复杂 就是可能 可能牵涉到就是200年来 台湾在清朝 政治架构当中的功能和地位 它基本上最后 已经到了什么了 已经到了1880年代 90年代 台湾已经成为 清政府的一个财政包裹 我们过去 你们在讲历史 可能讲到就是沃寇 因为讲不清 这个沃寇是什么回事 沃寇不就是海盗吗 就是走私吗 走私的话 台湾就是走私基地啊 那么台湾200年来 作为走私基地 一直在影响 清政府的这种财政状态 你讲隔掉台湾 交给另外一个国家去管的话 台湾人 这个什么 中国政府 当时的清政府 究竟是政党队 开始说 哎呀 其实也算卸了个包袱 但是我说 我的意思说的 这里边它不构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马冠天真正对中国构成一个 改变中国走向的问题在哪呢 就在他的条约当中 有一条重要规定 就是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法 我在几天我在 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反复在思考 为什么我讲 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办法 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 1895年构成中国的分水岭 中国近代发展的分水岭 那就因为马冠条约 解除了 对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管控 1894年之前 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很难的 也有外国资本进来 但是外国资本很难 他要经过中国的这么严格的管制 打个不强大的地方 和我们今天也 我们今天我们感觉到好像很世界化了 我们中国好像是外国资本 什么也有麦当劳 也有肯大鸡什么都有 对吧 其实我们中国的资本的管制 现在是仍然是非常严格 我们的人民币出境 美元进境 通通都是经过严格管制 那么这马冠条约之前的中国就是这样 那么从这里边来讲 我要解读出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怎么能够和我们的故事有关呢 他就因为马冠条约规定外国资本可以自由 就日本成民可以自由到中国来办他 就是允许了他们向中国投资的这种自由权利 那么1820年代 中国开始介入国际这个就是说体系之后 亚冠条约之前中国就开始介入国际体制之后呢 就有一个双边改为多边互惠的一个条约 对我们可能可能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说 我们真正和世界接触并不是从18401860年之后开始 在之前也有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种接触之后 它就导致一个最直接的后果 各位可以注意到一下 1894年之前 中国的矿产 矿产自然没法开采 中国的铁路没办法修建 那么我们教材里边是怎么解读的 我们教材里解读说 矿产自然不能开采 铁路不能修建 因为西方的文明和中国的文明冲突 因为西方什么 西方的如果修铁路 开矿产 就破坏了中国的风水 破坏了中国的这种一种 一种叫做农卖 其中这个解读是非常荒唐的 而且这个解读是不是历史主义的 这种非历史主义的 就完全是一种想象的 在解读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铁路一直在1894年之前 没有办法建设 矿产自然没法开采 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资本问题 没有资本 靠中国本身的资本 你是没办法去修这种铁路 所以开矿产 那么没有办法去开采矿产资源的话 就不构成物流 没有强大的物流 没有强大的物流 你修什么路呢 那么你修了路 不能开采的话 它就生了一个恶性的互动 因此中国从186年开始 经济发展 但是一直到1894年 中国的铁路 并没有真正建设起来 没有建设起来 不是一个文化的中途 文明的中途 而是实实在在 就是没有物流 不需要铁路 没有铁路 没办法导致物流 就那么一个恶性的循环 但是马关挑约签订之后 它是 我们再去看 外国资本进入中国 从1895年开始 到1903年 短短8点时间 构成我们就是说 刘志军这个高铁 之前的中国的基本路 出到关外 关内的路 基本上都在1895到1903年开始 都在这个八年之间建成 对吧 各位就注意到这个 就是南北的这两条大干线 还有东西的几个这种支线 基本上都是1895到1903年 而且它的资本的基本来源 都是来源于中国境外外国资本 国际资本 那么这里边就是 往我们的故事上去靠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发生什么呢 高速的增长 快速的增长 它导致了一个 就是我们教杀里边讲的 外国资本 拥进中国 中国面临的一个 被寡分的威胁 那么这被寡分的威胁 可能在我们教杀里边 渲染了非常厉害 特别等到1895 现在焦州湾事件之后 好像中国马上又汪国了 其实这就不对了 1895年之后 外国资本 潮水般的进入中国 扩大了中国的这么一种发展 这里边 如果我们从资本的原则去讲的话 这就说明中国呢 经过江湖战争之后 中国的政治开始变化 中国开始走向了一个 违心的路径之后 国际资本是看好中国 国际资本认为 中国可能在未来的这种发展当中 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 因此国际资本 才要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嘛 对吧 这是资本的那种本能 是这么决定的嘛 1895年之后 外国资本就是处在这么一种状态 到中国来投资 对吧 我们这样去理解 才能理解1895年这样一种变化 那么这样一种变化之后 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各国都在中国 在选择一个 我重点投在哪 对吧 这有点和我们现在 后来 当我们现在今天还没做到的 就是外国资本 有点这种叫做分配包杆的来发开发中国嘛 对吧 1895年你看很明显的马上 既然这个什么英国人 它就一直从1840年之后 英国人有基础 英国的资本一直在就是华南和长江流域 一直包括西南地区都有英国的资本 法国资本一直是什么 通过越南这个南部中国来进入 那么法国的资本一直在云南广东这一带 联网那一带 俄国当然不要说了 俄国从浅隆康星那一年 就一直在中国的北部地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新进入的资本是哪个 对吧 西方新兴的国家的 德国 德国我们在讲世界时 我们可都注意到 它是从一个这种国家 就是合并起来 慢慢发展过来 大概因为1870年之后 德国才开始真正建立一个 统一的一个帝国 那么德国像被西方这种 先发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讲 它就相当于一个是 比较后发展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但是德国的这种力量 它本身的工业力量 在它政治家务解决之后 它本身的工业力量和资本力量 确实是后期当中的这种势头比较大 因此在马关条约谈判之后 最向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 输入最快的 不是老牌的英国 而是新兴的德国 那么德国包裁 收哪呢 德国包裁就收了中国的山东嘛 对吧 那么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我早几天到台湾去看一个中德历史的一个 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 这一百多年来的关系 非常的 非常的不错的 但是它给中国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总体来讲 德国和中国的关系 就基本上出到一个 就是非政治状态的经贸往来 文化的往来 前面的三十年 就是1860到1894年 这个三十年当中 中国洋务运动主要消化的技术 高科技技术 1860年之后 就是德国的技术 后来当时加工战争之后 中国的这种军事训练 新军的建设 主要凭借就是德国的 小丹烈兵嘛 原来跟小丹烈兵 就是德国的 汉阳造 开始就是中国自己发展自己的这种武器系列 也都是德国的 那么等到什么 当然德国后来给中国惹了一个大麻烦 就是由于山东 这个惹了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今天 网上就是一片哗然的就是五四运动了 那么这个也是德国的事情 但是总体来讲 德国在这个1895年时候 向中国投资的规模最大 他们很快就把山东 就给称包下来了 交际铁路 交际铁路的沿线 就在过程当中就搞起来了 那么搞起来之后 它会影响中国的什么呢 因为德国的这种 就是说 它有一种这种 很急不可迈的一种 一种发展的这种冲动 那么就有点什么呢 就是发展的速度特快 发展的速度特快 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里 它和中国政府和佐美亚们达成那种妥协劲 那么真谛了 修铁路可能要真谛嘛 修矿产也得真谛了 这个就是 我讲 我讲历 这个什么 这种历史上 可能就是各位 各位可能讲 我讲得好 马上说都和今天现实很一样了 其实历史上 没有什么新鲜事的 太阳底下 没有什么新鲜事的 我们现在就是 前中书讲过 就是不愧是最难理解的 就是 历史上吃什么东西 我们是最难理解的 历史上做什么东西 是最容易理解的 一百年前 中国人吃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很难去搞清楚 但一百年 这个人的思维 行为 逻辑关系 我们是很容易搞清楚 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呢 所以我们后来 有很多人讲历史 什么 不能去影射 我讲历史不得影射 历史而是直射 这不影射的事 你只要一讲话 就是个直射 不是影射的 我马上要讲的 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在 好像在影射 其实我都知道说 德国人在那里 要收铁路之后 他马上就面对了一个 就是争议 那是没办法嘛 这争议当然不是德国人出面去 出面去争议嘛 对吧 收铁路 开矿山 肯定要争议了 当然都是中国政府 要承担这个事情了 就是现在我们外商投资也好 为中国政府去承诺 我要做了什么 三通一平嘛 对吧 要把这个土地整理出来 才能交给开发商嘛 那么德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中央政府就把这个责任分解 给山东省委了 对吧 山东 沈亚门了 省亚门了 政府亚门 政府亚门再往下分到各个州嘛 各个府嘛 各个府再往下分到各个县嘛 各个县再往下分哪去了 再分给 开那什么 城管了 对吧 帮我差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和我们今天的差遣是一个道理 又不少 但是不少不到位 或者是有的地方很恨的 就基本上就可以步不上 国家发展嘛 国家利益了 我们现在没人家嘛 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 大致考虑 就可以让老百姓赶走 老百姓弱的恨的 你可以多拿一点 你弱的你就拿不到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在山东发展的过程当中 就形成了一个最弱的群体 这个群体就是我讲的 我想讲的就是义和权 那么这边就是流出土地了 当然流出土地的也不止义和权 就是土地农民这一块 还有另外一块最重要的 另外一块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家务战打完之后 到了1895年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都已经清醒的看到 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很长一点时间 中国不会发生战争 中国不会再和国外发生战争 而且当时中国在1896年 中国就达成李鸿章 就和俄国人达成了一个 中俄密约嘛 中俄密约就是 俄国也在保证中国20年 如此 如果遇到问题 遇到日本这样的事 俄国人说 我要给你摆平了 那么在这种状态 政府从来都是 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 那么政府还会干一个什么事呢 政府就拆军嘛 只要不打仗的话 政府会凭什么 我养你这么一个庞大的军队呢 马关条约签认之后 清政府干的最坏的一件事 当然其实所有政府都如此 我们今天的政府 也是这样 我们十几亿人 其实我们现在只有两百万军队 我们两百万军队 当然我们还有一大批 宋紫英将军了 还有什么那个 李双江将军了 一大批 其实我们真正在国防一线的军人 非常少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看到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中国不会打仗 不会打仗呢 不会打仗就肯定不养军队嘛 这是个必然的了 那么这种状态 这就形成另外一种状态 就是被遣散的军人 被遣散的军人 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城管 在城里打工的农村 出来这个 年轻的男孩子一样 离开土地三年之后 我都从农村出来 离开土地三年之后 如果还能回到土地上去的 那就基本上这人家 也没这么多出息 是吧 只要离开土地三年了 还回到老家去种地了 而且乖乖地种地 那肯定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出息 他就在外面也做不了什么军 基本上来讲 当过兵的 当过几年兵的 就称为什么 就称为兵游子嘛 我也当过几年兵 我要不当兵的话 我们肯定就没有今天了 就不会那个了 我们在家来 找个媳妇结婚嘛 结婚多生几个孩子嘛 肯定这样吧 那么你当兵之后呢 你在外面开了眼界 开了眼界之后 使你根本没办法回到土地上去 因此在家务战争之后 潜伞军队当中 这一大批军队的这种 这样一种 一些人 也就溜落到丞相之间 那么后来我们讲 一和全当中的什么 大师兄 二师兄 各位可能讲什么 都是白莲药 都那一致来的 其实哪有那么复杂的问题啊 那当时又二师兄干嘛呢 那就是因为遇到那些 受委屈的 受到极端委屈的老百姓 之后在那哭诉 在那干嘛的 这大师兄 都过一句啊 在这儿 兄弟给你搞定 哪个 说不定姓刘的 没问题 今天晚上找几个人 就要干掉了 那就是大师兄 二师兄啊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的形成了 就是 以退一军人为主导的 流落土地的这一拨人 那么这一拨人呢 就成为构成 一和全的这种主力 那么一和全的主力 就是他就这么形成了 那么怎么讲 他们搞什么 搞什么这个一和全大捞会啊 搞什么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可能研究一和全的 也研究这个一和团运动室的人 能够找出来这里边的 就是相会各种东西 找追他的过去什么白莲药 我们追逐一大批 这方面的著作写的已经无穷多 那么这又是什么来解读他们 各位如果这个年龄 可能都注意到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就是法轮功 我讲一个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想 法轮功当年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大规模的下岗 大规模下岗之后 我怎么导致一个法轮功呢 因为我没有固定的收入了 我只能够就是说 慢慢的多少消耗点 我尽量要做到这时候呢 不生病 不去医院 尽量就不消耗热量 法轮功当年练的时候 我是眼看着就是那么起来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下岗工人为主导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时的不仅是李洪志的一个法轮功 还有其他的功 各个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了 那么这种发展起来之后 他就是什么 他都在往上去追 对 他要神化自己了 李洪志的功 基本上我们当然现在也不敢这么 现在也不敢就是好像是说的 他很不那个 不好了或者这种东西的 因为现在到海外去可能到处都遇到 到处都遇到的 你到港澳台你都可以看到 就是当时都是法轮功的信徒 那么他那里边 其实他就是说 从佛教当中 道教当中 当年就有人指出了 法轮功 始终创新 但是基本上他这来源于过去的就是 道教的 佛教的 包括华佛的武琴戏 他都融合到一起 包括舞蹈 包括音乐 这种艺术 融到一起 才创建了这个东西 那么从这种背景 大家去还原到1895年的中国 1895年的山东 一大批流落成乡的这种 就是失业人口 加上那些就是说 可以做大师兄二师兄的这一拨人 那干嘛 不就是练了功吗 对吧 没有其他事的就大家练了功吗 练了功就 枪身 剑体了 地和圈大刀会的组织 主要的这种 终体 就是剑身 这个什么 枪身 剑体 就是以断了心理为主导的嘛 因此山东的地方官员 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容忍了 并没有一开始就去治他 到了什么时候 他知道 这个我们后边就讲 他找 有正常的问题 那么和法轮功是一样的 法轮功我们也得眼看他 就没有人去治他 如果他不在政上去出问题的话 法轮功 可能 一直都可以 都可以设得下去 那么他出问题的时候 由于和政的介入 那么这样我们去理解 当年1895年之后 才能理解这里边的问题 才能明白 一和全的主导 究竟是在什么状况 那么这么一样来理解就是 那么一和全在1895年 到1898年 这八年过程当中 他的发展就基本上和我们 二十年前这么一种状态 差不多 就很平稳的 大家反正是个弱势群体 那么我们别的事情干不了 我们只好就是练了功嘛 对吧 练了功了 另外就是谁家出现这种 特别冤枉的事情 比如家里边麦子 被人无缘无故 被那些教民给收了 那么教民是什么人呢 教民也要解读一下 就教民 教民我们很多人过去都不太 搞不明白 可能历史教材是怎么讲 我不知道 教民我们是搞不清什么东西的 教民是什么 教民 就是西洋基督教的人嘛 西洋基督教天主教了 在山中主要是天主教了 那么他这就是西洋西方宗教的人 西方西洋的人 用今天我们什么样的人群体 能够彼复他呢 去年的青光城啊 青光城就是教民这种性格 他就是信仰西方这个理论 信仰西方的普世价值 西方教会在中国传的就是这东西 就是一些普遍的爱 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 那么这不是教民的 很信 但是他就会和中国的这种不信的 和中国不信的人 他就发生一种冲突 因此就是教民和非教民 之间发生冲突 那么非教民呢 慢慢慢慢就是说 可能成为一个弱势 他成为弱势是什么叫 因为非教民呢 他没办法像教民 有这么一种连接的这么一种 一种因素吧 那么这种基点这样 那当然教民当中 也有另外一拨人 就我们教材里边也讲过的 也有一拨人就是说 并不是良民 因为1870年之后 就是西方传教在中国自由化以后 可以自由传教之后 就是天津教案发生之后 西方教会可以在中国传教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西方的各个教派 都在激素的在中国 扩大他的信仰群体 那么扩大他的信仰群体之后 无端就行了什么了 就吸纳为了尽量的扩大自己的这种规模 就也确实吸纳了一波什么呢 一波这种刁民进来 这波刁民是什么 这波刁民就可能在当地 就属于这种 有点地皮性质的 结果混到了教会里边去了 因此后来他们是利用什么 就是利用了传教章程当中的 这种保护条例 可以凭借教会的这种 这种东西 有点欺诈了中国老百姓 那么这一波就是 非教民 也就我们后来讲的 全民了 就在练权那波人 他在遇到这种冤枉的时候 那就是这种全民 慢慢的结合起来 这个就形成大师兄 二师兄 一起干 我们去看1895 1896 1896 1897 这个过程当中 山东 江苏 江苏的北部 安徽的北部 河南的这种 与东地区 就在那一个 一个就是四神的交界地区 整天就是这种 这么一种 一种就是 民教之间的冲突 那么这种冲突 他就基本反映了 当时的这么一种 山东状况 那么山东 一种实际状况呢 那么对政府来讲 对山东地方政府来讲 他是保持了一个 失度的这种 一种紧张 这种失度紧张上 他对外交涉当中 其实是有好处的 加贵战争之后的 第一任巡护 山东第一任巡护 是这个李炳峰 第二任是张若梅 第三任是玉贤 这三任巡护 都在山东那时 有张有耻的 在运用这个 义和权 这个权民的这么一种 一种力量 在和德国人交涉 也就是特别像 玉贤 玉贤表现得最明显 原来就是 如果山东 这个德国 德国的就是 德国方面 如果对山东政府 稍微强硬 那么玉贤就释放一下 中国的老百姓 让他就搞一搞 搞一搞外国人 搞一搞外国人呢 外国人就得求预先 因为中德之间 达成的妥协 达成这个协议当中 有一条就是 德国军队 不能走出 他那个就是说 租界地 不能走出 他的租界地之后 直接和中国老百姓冲突 因此只要发生 老百姓和德国人 发生冲突的事情 或者就 轰强德国人的这种 资产的时候 只有中国人 中国政府 有责任去出现 去处理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的全民 就议和权的全民 大刀会的会中 就成为山东地方政府 手中的一张牌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 山东这样做 他就在走着钢丝嘛 就在平衡的这种 中外之间的这种力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发生意外的话 当然可以这么走下去 走下去可以硬拗嘛 他把这一边 就是失去土地的 受到冤枉的人 这一代人给拗死掉了 那社会也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看老百姓的命 看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命 这种冤死的一代人 一代一代的多了事了 你没办法 你面对一个强权的时候 你没办法 一代人一辈子 几十年就能给靠下去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也有这种 一辈子就是 一辈子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告状嘛 是吧 我们那个三明侠的 三明侠的这个移民 一直到现在 从五十年代告到现在 那告到后来 现在就是慢慢 这一代人都没了 政府也没解决 那都人没了 你什么也告什么告了 慢慢就结束了嘛 所以中国很多事情 都这么硬拖 就拖就拖下去 山东呢 完全可以在这种 就是李炳恒 张如明 预先的这么一种统治下 慢慢拖下来 但是他在什么时候发生问题的 在189万年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 189万年改变在哪 189万年 中国的政治改革 就因为焦州湾嘛 德国人突然占领焦州湾 这个事情也比较复杂 德国人占领焦州湾 但是他想什么呢 我们过去解读的时候 这个民族伟纪 国家伟王 特别是抗议为良心上讲 中国这就 这里完了 我们教材这边 现在讲的叫 帝国主义 寡分中国的狂潮嘛 其实德国人要 焦州湾 就是现在的青岛 就因为他在山东 的投资很大嘛 从德国 漂洋过海过来之后 他那个船 到了中国来之后 要修理 另外他要加煤 因为当时都烧煤嘛 他要加煤的话 就是他要提前要把煤 要储存在一个地方 就在加煤 因此德国在向中国 投资的时候 1897年代开始 德国人就开始 在中国的沿海 要找块地方 能不能够 那块地 但是他目标 像英国一样的 就是能不能 隔壁块地方给他 就修一个船物嘛 修一个这种 就是一个能够赶火 那么德国人 宫中世代187年 就开始在中国沿海 看他 看他结果 是 焦州湾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青岛了 说最好 那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之后 我们看 德国的工程师是厉害 我们今天的航母 就是就以青岛为牧港嘛 那个他确实是深水 不动港 就德国的工程师 当然从南部 中国一直考察过来 就认得了 焦州湾 那么1897年 德国人突然出兵 因为曹州交换 突然出兵 占领交换案之后 那一下子就 惹火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那民族主义情绪 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第二年政治改革吧 第二年政治改革 当然这里边 也有个重要原因 就是龚天王死了 龚天王1898年的 5月3号死了 死了就 突然又来个政治改革 那么政治改革 当然这里边比较复杂 政治改革到了 各位可能知道 就各位注意到 政治改革到了 9月份 不是搞不下去 我们的教材里边 都讲搞不下去 请这个事情 我也研究过 我们书里边都写 不是搞不下去 而是在这时候 发生了一个 我们今天 一直历史教材里边 没有去讲明的 就是一个 政变是有的 但谁对谁政变 我们教材讲反了 对吧 教材讲反了是吧 康有为想象当中 他认为就是 秦瑞福内部 存在一个改革派 一个保守派 最大的是保守的 荣誉是保守的 刚毅是保守的 因此 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一个错觉 他说 可能皇上被囚禁了 我们要去救皇上 之后呢 又发生那种 就找原权 要去包围原命运 要抓到皇太后 让皇太后授权 或者是皇太后退位 或者是皇太后 干掉皇太后 那么这个事情 发生之后呢 或者才导致 1898年的 9月21号 这个什么 C带国反过手来 就制住了 制住了这边 这些伪心党 伪心党就看一会 这边人就流亡出去吧 就谭思同 六君子被砍除 但六君子其实 当时不叫六君子嘛 当时砍除的时候 可没有说六君子 是吧 那个六君子 大概是到了什么时候 到了1914年 1914年仍然不讲六君子 还仍然是很克制的讲 可以给他们 平反 就还算比较冤枉 这到了民国时期了 仍然没有去给他平反 我们后来讲的六君子 都是后来很长的那段时间 我们重新建构了 1898年户需叙事 我们外面 康尔维 梁女床这个讲话 从里见过这个叙事之后呢 我们就把他们 讲成一个正面的人物 那么这都已经 欺负什么 欺负大清朝不在了 大清朝不在了 我们就任意污蔑 怎么办法 都可以往那说 那么这样导致 其实1898年 故事本身 错误非常多 我也有专门的 有一本书 1898年 中国故事 我就专门解读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就说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光绪皇帝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并没有去指挥 没有任何暗示 让昌尔卫去 去这个抓和卖后 但是所承担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光绪皇帝 是这种 干了这个事之后 光绪皇帝是一个什么 能够利益分享者 或者是利益独占者 因此在1898年9月21号 事情发生之后 最委屈的就是皇上 就是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因为这个事弄成了 他就是得利最大的 对吧 他这个亲爸爸养母 那就不能再管他了 因此光绪皇帝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是最火 他火 他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 导致一个就是 我会影响到我们后边的故事 他说不清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一百年后知道 确实这件事情和他没关 就正面这件事情和他没关 看一会搞什么东西 光绪皇帝 都不知道了 那么光绪皇帝 又不是慈离太后的亲生子 光绪皇帝所能做的事是什么呢 那就是料条子我不干嘛 对吧 各位可能注意到就是 1898年之后 秋天以后 1899年 光绪皇帝 是这种 就什么 就完全料条子 这是耍小孩子脾气啊 我就是不干了 这是一个 另外的光绪皇帝 在1899年 初 1898年底 确实犯病了 犯生病了 就他这个 肾病嘛 光绪皇帝 小时候就得了肾病 等到1898年 就激活公斤 已经要去犯病了 那犯病之后 这也是他一个实实在在的理由 就是不干 最重要的事情 他觉得他委屈 他觉得他冤枉 那么这个事情 拖到什么时候 拖到1899年的 六七月份 那就严重影响了中国形象 因为我们知道 1895年 开放外国的 对中国的投资之后 外国对中国的 投资规模非常大 外国的利益 已经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了 那么在这个状况上 皇上 老是不出面 就像我们的这个 国家领导人 我们的领导人 一个星期不出来 这就马上就会有 就会有传言了 对吧 去年我们什么 我们的新领导 失踪了一个星期 国际上担心 中国国内 也是传言很多了 这就是一种 专制极权国家的 一个必然的结果 对吧 因为美国总统去休假 他都提前告诉我 现在休假去了 带老婆孩子去休假去了 那他这种 你随着无语去欢迎 但是在这种 极权国家就不行 光继皇帝到1899年 他就是说 要先去不干 因此1899年的下半年 有个 清明会有个重要的 这种讨论 我们今天都认为 这个讨论什么呢 我们认为就是 好像是 吃一袋货 什么去换 想把他换掉 其实根本不这回事 清宫的档案 我们看到就是说 清代的所有文书当中 要给光继皇帝 找一个接班人 是一个 从各个情绪教统来讲 都是很正常的 一个 光继皇帝可以讲 不发生意外 他是不可能再生孩子的 因为他的结婚已经十年了 他是88年结婚 这到了1898年 到了1899年 就11年了 他肯定生不了孩子 那么 这种状态就是 他已经没有接班人 这个时候 光继皇帝28岁 那么给他过继一个孩子 来收养 这是一个从 从论理上来讲 也是应该的 最重要的一条 光继皇帝 确确实是 他觉得很委屈 就在 政变的时候 他觉得很委屈 因此 他就要找 他也同意 你们找了何事的 我就不干 那么在这种状态 清正中去找 就是后来我们教材里面 叫什么 大阿哥 找这个大阿哥 找什么样的人 去合适 这里面可能就 引发出了 我们后来的故事 找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清朝历史来看 一直到最后 他结束历史来看 谁最合适 当然是 宰封最合适 对吧 宰封是光继皇帝的弟弟 这个时候是 十几岁 二十岁 十八九岁不到 十七八岁的样子 十七八岁的宰封 当时是 最合适的 那么中国的 帝制状态 有一个什么样 那么父子这种 就是长自己政治 暂时继承之外 得有一个补充的方式 周理里面讲的嘛 周理里面规范的就是 中国继承的这种 一个补充方式 凶中地极嘛 凶中地极在中国历史上 是多少次 这转换 政权的转换 非常简单的 对吧 最典型的就是 宋代了 宋代国的这种 凶中地极这种转换 多好 那么就 如果不发生 我们做一个假设 就是 假如此一旦 我不在 光继皇帝 没孩子 那么他的皇位 穿着身材 他一定是穿着宰封 只有宰封 有孩子 再往下穿 这就解决他这种 黄童的这种继承 但是由于 刚才我讲 有一八九八年 这个心结 光继皇帝 就竭得要撇心 不能从他们家 再出皇帝 在他们家里边 就 春季王家 这一族 不能再出皇帝 这是他当时 一定要坚守这条原则 就不能从他家选 当然我们看历史 最后 过了几年之后 过了十年之后 恰恰又是 从他们家选 这宰封的儿子吗 宰封吗 对吧 那么这的话 我讲就是 最合理的选择 当时应该是宰封 就是后来的 摄政王 但是 就是由于 光继皇帝 要竭力洗发自己 我和那个政变 毫无关系 不要从他们家出 那不从他们家出 就导致一个结果 从谁家出 那也不可能从 慈离太后家族出 从慈离太后家族出 他和中国的伦理观念 又发生大的冲突 各位焦记士都注意到 中国古代史当中 有几次从母后这一期出 导致的这种 伦理灾难和政治灾难 非常严重 稀罕的 吕后 那人家吕后 还没有说从我家出皇帝了 吕后听你说 是不是多挣几个大臣干干嘛 结果就是 刘邦的就是 宜臣大臣就不干 那到了 到了谁 到了这个五四天的时候 就这么干一下 结果五四天 五四天是中国的这种 这种女 这种女性当中 那应该算是最优秀的人物 结果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 真正很好的评估他 当然五四天 自己本人很牛气 那就留给历史去评价 人家他们背上 一个字都没有 对吧 五字背往上 一个字都没 其实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仍然处在一种 这种大男子主义这种 男权社会的一种心态 我们对五四天 其实也没很好地去 去评估他 那么呢 这种状况就是 此一代后 不可能 他作为一个这种领导人 他不可能同意 从他们家族出 那么剩下来 就从哪儿出呢 剩下来就只能从 满洲贵族 黄石周边的这种 子女当中出 我们就看那个 1899年 年末这几天 清政府这个满清的中 同志村 最高同志村 思义战后 光绪皇帝 庆亲王 这几个网友 组织考察这个 考察就是 下一代这个领导人 连续考察三天 谈话三天 对吧 同辈的那一辈的 都叫了谈话 就无色来无色去 最后采取的 其实也是一种 不投票投票的办法 因为他定义是一种 军事民主状态 当然讲可能有点像 我们今天共产党 选择这个接班人 你不能讲 你不能讲 当时一点的东西 完全就好了 谁谁谁指定就跟他干了 大概也不是这样子 也是经过这种测 什么测试 摸底 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最后才找到了一个 解决到了 习近平 五年前找到这些人 那就现在我想分析一下 为什么找到了 我们在一八九景 找到了这种 端王家族的 孩子 为什么找到他呢 其实他和我们今天的事 会有非常的相似性 他在哪里原因呢 就是 因为两个最主要的家族 不愿意出了 对吧 光绪皇帝将我们家 春庆皇家 不再要这个位子了 七代五的家族 根本想都没想 剩下的王爷 最有力量的 当然就刚刚去世不久的 公亲王的孩子了 公亲王的几个孩子 当然有的也不上路 有的也是这种顽固的子弟 但是顽固的子弟 干什么 对吧 顽固的子弟 邓老平的生人都不照样 可以去当父亲长 这个东西你不叫培养吗 你培养到 你培养的话就有点什么 顽固的话 也住在来当皇帝 也不是说不见得 就是坏皇帝了 对吧 那么这种呢 就是公亲王家的 老公亲王不在了 一八九八年死了 那么刚刚死掉一年 那么他们家就弱势 另外呢 老公亲王也很厉害 他很厉害就是 他可能也在他的这种 政治经历过程当中 也堆住了别人 因此公亲王家的 也并没有 作为一个选项选出来 除了公亲王之外 谁最有力量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庆幸王 当然最有力量 庆幸王这个时候 就完全取代了 公亲王的地位 成为满洲人的首席 公亲王家的孩子 有一个 各位可能注意到 1907年 一个绯闻给干掉了 那叫什么 商务部的部长 就是薄熙来的位置 商务部部长 一个绯闻故事 给干掉了 叫什么 叫什么名字 就是1907年 就是到千金 到千金去 这个什么 和一个唱戏的 和一个唱戏的 包养一个唱戏的 这个就被干掉了 其实这个孩子 当年就是 最有力量的竞争人 1909年 最有 1899年 最有力量 要去竞争这个位置 但是 庆亲王不行 庆亲王就是一个 很强势的这种领导人 大概可能 你可以讲 有点像 波一波这样 就 可能就玩得他过了 玩得过了就 对对人多了嘛 那因此 这就是竞争家的孩子 仍然也不在 这种首选之类 所有的王爷 只要你就是说 你强势 你强势的 都给他死掉 最后只能选弱势 最后选谁了 选了丹王的孩子 丹王什么人 丹王1891年 也就是1891年的时候 丹王才坐到 玉山大臣 玉山大臣什么意思啊 玉山大臣也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政协常委了 对 仅仅刚刚进入到同志层 多少人都不知道 丹王是干嘛的 那么不知道 为什么想到他们 因为他没追对别人吧 这很简单道理了 对我们今天讲 我们多少人都在歌颂 习仲勋 对我们都说习仲勋 习仲勋有句名言就是 我可是问心无愧啊 我一辈子没搞过别人 对 那心理人是这样讲的 二位说你们看各位 现在就 如果去查一查 你可以看到就 这句话非常重要的 但是别人跟了 第二句话 因为你没机会搞别人 对吧 他一辈子别人搞嘛 他对别人搞的 他没有机会去搞别人的 因此他在这种 在这种架构下 他就属于弱者 他弱者 他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他就会得到一个 就大一颗的 这个可能对别人没有伤害 因此我们看 中国政治 当你不能进入到一种 民主化的选举架构下 他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 那么妥协的结果 他一定是我们 讲的是一种 逆淘汰 他逆淘汰 他在这里边 得到的一个结果 一定是妥协的结果 这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么 端王家就属于大家 都勉强可以接受 端王家的孩子 其实 后来我们去看那个 那个大哥 大哥的结局 和他的这个过程 他不比其他孩子优秀啊 他真的不比其他孩子优秀 又比小孩嘛 那么这种呢 就是妥协的结果就这样 就端王出来了 端王家的孩子出来 做大哥 做接班人 那么这种状态 它会导致一个什么 一个权力充足 那么这种权力充足 它才衍生出来我们的故事 它衍生什么故事 就端王上来之后 他紧接着就是改俗嘛 因为 因为这个光绪皇帝 当皇上之后 光绪皇帝当皇上之后 我们过去历史教材里边 就讲的就是 这个过程当中 有公亲王下爷 之后就春亲王 来接着公亲王的位置嘛 1894年 那个1884年嘛 我们不那么远 就光绪皇帝的亲爹 就是说 军级大臣兼内阁总理养 那个什么 总理阳门大臣 领埋大臣 那么这个时候呢 端王的孩子 当了大哥之后 端王就自然成为 军级大臣 内阁首席大臣 那么这一下子 发生了一个什么呢 和对外之间的交往 一个障碍 对外交往障碍在哪 端王 外国人不知道 当时的几个国家的公司 都不知道 哪个端王 搞不清楚 因为他没跟外国人打过交道 如果没打交道 他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没打交道 他就没有在 对外交往上 没有一个成见了 没有成见 那你可以讲 他是对外一个开放的人 你也可以把他描述成一个 对外防守的人 强硬的人 对吧 因为人很多 很多情向 实际上就处在一个塑造的过程嘛 你看 这个朝鲜的这个小 小皇帝 他刚上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改革者 但是慢慢的 把他塑造成一个很坏的人 那么这种呢 都是可以塑造的 端王在接手之后 端王和外国人 之前没打过交道 外国人也不知道他 那这里边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问题了 外国人就去问 整天和外国人打交道的 庆幸王 庆王爷 那个端王 人怎么样 那你这个时候 你想庆王怎么说 庆王当然就中国人的 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了 庆王那个什么 端王嘛 很好的 人很好的了 就这种话可以说出来了 那么外国人 我们今天就讲 只要你这么讲的话 外国人就麻烦 那这个考察端王 可能不咋样 这很自然的结果 我们今天 你要问一个人 你那个朋友怎么样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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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肯定有问题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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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往 人就会谨慎 所以我们就看 1900年初 大哥选出来 宣布 是他 端王的儿子 但是 一直拖下去 拖到 三月份 拖到1900年 三月份 外国公司是死活 不给中国政府打交道 这种 不给政府 政府面子的时候 他就说 实际上导致 他的统治的 威权的丧失嘛 你看我们现在 今天 我们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发生 国内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 这个新闻联播 用那么多的时间 去读那个电报 那都是读给老百姓听的 都是读给我们听的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如果一些关键性的电报 没有 这里边其实很没面子 四川这次地震 到现在为止 朝鲜还没给我发电报 那这里边肯定就是 你只要去关注这种 国际局势的 关注这种朝鲜半岛问题 东北亚问题的 你就从那里边 可以解读空间了 中朝之间的关系 肯定有问题了 对吧 那就是 我们这次地震 第一个电报 第一个电报谁打来的 普京了 那么这很兄弟了 对吧 他觉得很有面子 所以这个里边就是 1900年前三个月 外国公使不拜见 中国政府没办法去 那么中国政府这个时候呢 就是外国人 他遇到什么事情 他只是救世论事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1900年初 就发生一个普格斯 在山东被杀的故事吗 就是 袁绝凯刚到山东 很强硬的办法去 就是杀 出了一个英国教案嘛 英国教案出来之后 德国公使 去和总理衙门交涉 自谈教案 法国公使去 自谈他的事情 公使都和总理衙门交涉 但是 就是不敌 不说 小王爷怎么样了 没有人去问 就当作没这回事 那这个东西 让中国政府特别没面子 让官王特别没面子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来解决的事情 我们就看这里边的故事 就在这衍生出来 怎么解决呢 刚才我讲就是 1899年底下半年 山东呢 在1898年 就是北京的政治 发生力管之后 山东地方政府的这种 就开始 由种左雄的这种方向 就是对外开始 开始强硬 就预先嘛 就玩这个 就是玩这个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 玩的就更厉害 因此山东的问题 就乱了一塌糟 就是义和权 对德国人冲击的 就越来越厉害 就德国对美国 对传交室了 对外国资产和传交室 就冲击非常厉害 到了1899年的时候 外国人就根本没法容忍 美国的这个公司 康格就要求中国政府 一定要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山东宣布预先给换下来 1899年的最后以前 清政府就宣布 把预先免之 任命袁日凯去当山东宣服 袁日凯这个时候 就在小战练兵 练了六千新军嘛 对吧 小战从1895年开始练了六千 五年时间练了六千新军 袁日凯就带着六千新军 到了山东 到了山东 袁日凯就发布了两个命令 两个很强的命令 谁要还敢这么乱搞 我就敢砍头 你们现在只好去 这个什么 这个把武器交出来 就回家重力 就没事 那么大部分的议和拳 大刀会 就是不就是练了法轮功这一类的吗 那就拉倒吧 大部分都回家去 该干嘛干嘛去了 但是有个别比较强硬的 或者是我讲的就是 可能就是军队那一波 大师兄二师兄 退一下来这波人 就带着这个议和拳 大刀会的这些兄弟 都往哪跑了 就跑出山东嘛 到了直立去了嘛 那么这一天就往直立去走 预先呢就到北京来了 山东呢 当然发生刚刚我讲的普格斯事情 普格斯这个事情 当然并没有导致 中国政治的逆转 原来看仍然在山东 很强硬的控制山东 但是直立总督 当时谁呢是 直立总督是玉露 玉露呢是一个 直立总处在 他的满洲人嘛 满洲贵族出来了 他处在对义和拳 对外国人是 模棱联可的态度 他当时就看 中央态度怎么样 他就怎么处理 那么在这里边 就衍生一个最重的故事 就是刚才八格的故事 大家注意到我讲的时候 怎么能能打破 和外国人僵局呢 那这玉贤 这就玉贤的经验就出来了 就把地方经验 上升为中央经验了 玉贤就给端王出主意 兄弟告诉你一招 很讨办了 让外国人求咱们嘛 咱们不必须求外国人啊 怎么能第三样子求外国人呢 让外国人求咱们 怎么求 那就是 适度的释放一下民族主义嘛 就释放民族主义嘛 说着各位就多注意一下 当年的北京的管理 比我们今天这种维稳状态管理 还要严格 但维稳状态管理也很严格了 对吧 北京想进来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进了个苍蝇都很难 对吧 我们现在都说安检了呢 什么这种东西 根据不得了 但是当年北京是什么 是九门梯度啊 九门梯度就都九个大门玩一关了 你根本就飞不进来的 但是为什么在1900年的春天 北京慢慢集结了几十万人呢 为什么集结几十万人 就是因为御贤的建议嘛 御贤讲就是让外国人能够主动来求他们 那就是释放了这些在直立 在这种练功的这一波 全民和大刀会的会众嘛 他们就在1900年的四月份五月份 开始从城门 唐尔皇子的进到城里来了 进到城里来 他们就开始 这种 垃圾漆子就开始练功了 那一开始练功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呢 慢慢练练练练练练 怎么觉得好像是就把引导的什么 引导的到了使馆周围 所以各位如果觉得 如果觉得这个里边解读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 中国的老百姓怎么能知道公使馆在哪 特别是山东的农民 河北的农民怎么能知道大使馆在哪 就像我们去年九月四五号突然冒出来之后 就到日本大使馆去扔鸡蛋 各位知道日本大使馆在哪 这你怎么能知道日本大使馆在哪 而且都认得那么准呢 这里边肯定就有问题了 1900年的春天 几十万人去包围公使馆 而且愣得很明白 公使馆在哪 怎么包围 路线都搞得很明白 这一定有政府的因素啊 这外国人其实看得很清楚 外国人并没有像预先说想像的 就是你这么搞一下 我就去求你 怎么怎么 外国人根本还是不理这个差 我们去那九月四五号 中国人去这么游行 那中国当时就觉得 下午下午日本人 日本人总应该转下来了 日本人根本不会去转下来 所以我们整个都是瞎搞嘛 结果我们说 我们砸了日本大使馆 你该配多少 配多少 当然我们中国政府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配钱了 我们每次砸多的配钱 1900年是这样 我们今天也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最近二十年来 我们几次砸的外国的东西 每次都配 而且外国人很羞辱中国 就配得连到零食主要 必须配 从南海撞击 一直到后来 这个什么 这个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游行 所有的破坏 通通都要配 因为这就是在于什么 在于惩罚性质 一定要让你配 那么这1900年这个事情 你明显可以感觉到 他就有政府的力量 在里面去操控的 那么这种操控 到了什么时候呢 当你就是说 你如果就是在走钢丝 你能控得住 当然好 但是可惜你什么 你并不一定完全能够控得住 而且外国人 不是因为你这种 就是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上来的外国人 就会在原则安全上妥协 所以这个拖下去之后 一直拖到了 一直拖到五月份 拖到五月下去 一直解决不了 他解决不了 外国人还是不让步 中国人还是没折 中国政府还是没折 那么几十万人在中国就乱哄 在北京就乱哄哄的 乱哄怎么办呢 这种就是 民粹主义起来之后 你想 你可不是说什么 收方自如啊 紧接的就是什么 他们就是 神神乎乎的 就是 在前面那边说 我们大使馆那边搞不了 大使馆搞不了 我们可能过去 我们还有个东西不理解 我们不理解 就是 一和全去包围大使馆 包围公司馆 中国政府的办法是什么呢 中国政府真的怕 把大使馆给端了 中国政府的军队就听军 是在里面在保卫大使馆 对 里面以为 其实是中国的军队在保卫的 这种 和 一和全还处在一种 你还不能往里冲 这个结果是从哪分析出来 就是 四级太后在1900年 流亡过程当中 给 给那个什么 给曲红基有个谈话嘛 这个曲红基谈话呢 你以为 是我在支持他们去 去砸外国人的大使馆 我要想打那个大使馆的话 也就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肯定给他端下来 为什么没有端下来 那是因为我不让他端 我们在保卫的 那我觉得 四级太后这个解读是对的 这个讲法是对的 如果当时中国政府 真的要把大使馆干掉 太简单了 东交民意下 就是我们现在天安门往东走 往东走到哪 他的位置就在哪 就在现在北京市政府市委内 就在那一块 还不到北京医院呢 就那么有点地方 几十万人就在那围困 如果想干掉的话 非常简单 没那么复杂的 但是弄了几个月的时间 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就因为清政府在 清军就根本不让义和团 就是动真格的 就是你下午下午可以 你不能动真格的 那么这几十万人在北京只留着 之后就只能干什么呢 就和去年9月15号了 砸不了外国人 咱们砸中国人嘛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结果就在前门什么呢 前门就是 大事呢 放火嘛 就放火一开始大家觉得放火很好玩了 就烧这个 烧这个 就烧这个 说这还中国人 没事了 这个火支持神火 至烧外国人 不烧中国人 对吧 这是在史料里边都看到了 当时就这样 大家都没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就完全就是说 这种民粹主义就是说 就是完全是一种 一种围观嘛 一路围观 一路热闹 结果 前门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我们现在的就那个 那个正阳门那个地方 还有烧的痕迹呢 一百多年 这个痕迹都还存在 一直烧到金水墙的 就烧的规模非常大 那个随时 是一九零零年的 这个随时 你什么讲 讲一和元了 讲什么的 这些元命元了 你大概都 我们都隐藏了 就是 这种前门大火 那么前门大火 它导致一个很重要的后果 就是清政府的文件当中 现在我们看清工档案 就是一和全档案当中讲的 北京市 就是布军统领衙门 布军统领衙门 当时就明确的讲了一个问题 他们确实是警力不够 军力不够 根本没办法去救这个火 也没有办法去维持 北京的地面次序 这是在五月份 那么这个时候 它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连外国人 它都确实有点发慌了 外国人发慌之后 它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 我们都知道 那就外国人讲 我们怎么办 你们中国的军队都解决 都保护不了北京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增加十管卫队嘛 对吧 这个就出现一个十管卫队问题啊 十管卫队因为在中国的沿海 包括今天都是这样子 中国的沿海 只要在中国领海之外 公海上面 大量的外国船 军船 军舰 不像我们想象的 现在好像 中国可能在和美国的中间 的很长一长的都没有什么船 外国军舰 外国的这种航母 就在公海上面 因此外国公司要求 要求中国政府同意 那我们就增加这十管卫队 我们自己来保卫 十管卫队就来了 十管卫队来了 当然它也影响了什么 影响了北京的情绪 但是十管卫队进北京呢 确实是经过中国政府同意的 你可以再增加一点 但十管卫队也很明白 它是进到什么 是在十管里面的包卫 它不是在十管外面 并不给中国老百姓 构成一种正面冲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没问题 后来就慢慢的 北京局势 没法控制的时候 那外国人要求就是 我们可能还得扩大 像北京这种 运兵的这种力量 结果这就是英国的 那个什么 希摩将军 希摩将军带着 就是带着这种多国部队 从天津往北京进发 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外国人 有时候他很教权 也很烦的 他一定要坐火车 他一定要坐火车的话 那火车 那外国人他很笨 火车被那个 一颗圈的这种 就是情绪越来越紧张 一颗圈给他拆掉 拆掉之后 他们下了修铁路 他修了之后 往前再走 前面又被拆了 拆了之后他下了 又修 修了再走 从天津到北京 他弄了 弄了17天 他就没有到 没走一半路 之后最后还是被 被那个什么 被联军从天津那个基地 再派人把他再接回去 这本来这个希摩将军 在非读战场 是打得非常好的一个人 后来如果八国联军组成的时候 他是最有希望 当联军组司令的 结果后来其他军 国家的军将军讲 你就这个水平 还当什么组司令 你哥们就回家去吧 这个这个希摩将军 就一切就回来他们 他当时就很叫他叫 他跟着想着 我们能不能够 就是又没有什么重装备 没有什么重武器 那赶紧就下来 不行就往前走 就是了 不行往前走的话 17天 从天津到北京 大概不要走17天嘛 结果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走 走不到北京来 就在火车走不到北京来 当时你看那个东西 你就觉得 你看到文献的时候 你就觉得整个一个 很游戏一样 很儿戏一样的 一个突然冲锋来之后 他们开枪 开枪一样跑掉 跑掉之后 过来一会又来了 搞不清这种东西 那么他在这种过程当中 他就使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 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错误 因为外国政府 这个时候还和中国政府 还都有联络的 在公司馆的 外国的这种公司 在前进的领事 都和中国政府也都有了联络 都有联络的 这么多国的这种军事当局 就觉得 现在这种东西 要向北京 害军队 可能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他的后路 没有办法解决 他的后路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 怎么能够有效的 一个后勤的支援 后方的支援 能够能够 比如摩尔的 摩尔军队往前走 他后边部队能够跟上去 他就形成一个梯队 那么这样子 还能够有办法 那么联军的将领们 就分析出来 这里边是问题在哪呢 所以问题就在 大国炮台 就大国炮台 这个是在中国军队手里 大国炮台的时候 切断了 从海上 军队登陆 这么一种 有效登陆 有效向 北京推进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就等到六月份之后 一个最重要的障碍 就怎么的来解决大国炮台问题 所以我们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 就大国炮台成为后来 中外关系的一个转战点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大国炮台成为就是 外国的军事将领认为 只有把大国炮台 这个拿到手才行 才能够保证 外国军队往北京去 能够一路畅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注意到 这个时候中外之间 并不处于一种战争状态 不论是中国政府 怎么想和外国人打交道 他不构成一个战争状态 一个端在北京围着 清军在北京 这么去僵持着 都不是意味着 中外之间有战争 因此联军的司令们 给中国政府 给当时就是 当地的就是什么 给大国炮台的中国守军 司令 罗容光 给资历总督 一路 写了一个同文 这个照会 同文照会 要求什么 要求 中国方面呢 在某时某刻 把大国炮台 交给外国人 对吧 各位可能注意到 0.20 交给 外国人 那么这里边就发生 一个大的误会 大国炮台的司令官 罗容光 罗容光那时候 他和北京联系不上 那么他就和天津之力 总督 一路去联系 他讲 那怎么办 一路说 这事怎么办 这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自己看得处理了 一路就 就没去处理 罗容光讲 如果我要和外国人 打起来之后 那你要提供支援 一路说 我天津地面 这个事也很紧张 因为天津已经被议和权 也都在那安心打战 也都在天津地面里面 也都是乱糟糟的 他说 我也没办法 回头说 雨罗容光又去找 北洋海军 北洋海军当时就是 加勿战争 水势很厉害 但是海军在加勿战争之后 又重建了嘛 北洋海军的司令 当时 叶祖归 就在大国炮台的海面 叶祖归说 谁让你给外国人打仗了 没有说给外国人打仗 中外之间没有构成战争 打什么打的 叶祖归也不立不散 但是罗容光这就没办法 罗容光作为中国军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他的选择 罗容光在哪 那军人当时 人在阵地在哪 没有人下令让我撤走 我怎么撤走呢 中国军人在这点 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 历史值得去分析的 德国人在1897年 占领焦德湾的时候 中国军队的守军 叫什么 张高原 张高原请示 山中巡护 李炳峰说 德国人来了 我们是 打 开始撤 李炳峰说 别慌 请示北京 中文家说 不能打 撤 那张高原就撤了 我们没有任何人 举止张高原说 你怎么能撤呢 因为中外不构成战争状态 你凭什么无辜就打的 但是罗容光这时候 得不到 任何有效的指令 罗容光只能选择 以阵地 共存亡了 虽然我们去看 等到联军在他通牒的 通牒最后时间 没有到来的就是15分钟 这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我们的教材里面就像说 外国人先打的 后来讲 这个东西不对啊 因为我们去分析那个材料 从逻辑 从情谊去分析 外国人没有先打的任何理由 和必要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军队 特别是罗容光 他就以军人逼死的姿态 那我就只好干了 还有15分钟 我真的这么干了 人在 阵地在吗 人死了 那你们多走了就多走了 因此的3000守军 从夜里两点钟 打到早上七点钟 全部打完 全部就是死掉 死掉 大国发财就被拿下来了 就被联军战了嘛 联军战了 这个当然我们解读这个故事 那就是 当然中国军人是很顽强 是很优秀的 对吧 你也不能讲 他没有得到指示嘛 他真的这样打了 但是这里边导致一个重大误会 也就是我讲这个玉露 玉露在这之前 他就 罗容光已经给他通报了 外国人要打发财 怎么去处理 但是玉露没有踩这个事情 玉露没有理睬这个事情呢 玉露没有想到什么呢 外国人给他发了有一个同文照会 同文照会是和谁呢 和给罗容光的时间是一致的 就签署的时间是一致的 但是外国人 故意推迟到第二天送给他 等大国人的战争 打完之后 玉露一下子收到外国人送来的照会 那玉露这一看傻眼了 那这意思就是 我得到外国人这个照会 那么我就有责任啊 因此所有的故事在这发生一个 最大的一个逆转 玉露这个时候用六百里夹击 向北京送了一个报告 因为当时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系都中断了 送了一个报告 玉露没有报告什么呢 没有报告大国炮台已经丢失 而是报告了就是 外国人送来一个照会 要求要大国炮台 我怎么办 那你看我们这个事情就说 故事就在这里面出现什么了 大国炮台已经不在了 玉露报告朝廷说 我们怎么办 北京收到这个报告之后 立马召开紧急的预先会议 朝廷做了一个重要决策 从那个中国讨论到晚上 西战务主持 光绝华也在 说那怎么办 所以这外国人太恨了 外国人怎么能这样子呢 我们又没出来交战状态 你们怎么想要炮台 就炮台 那炮台是从明朝开始 就是中国政府建的 而且是中国就守住北京的一个最重要的门户 大国炮台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1900年之后 战争结束之后就给拆除了 但是我们现在到了天津 你到那大国口 你去看 你还能感觉到他那个气势 两岸的炮台 四个炮台 就绝对可以守住 天津守住北京 外国人想从那 充益的很难 清政府想 这怎么可能呢 不行 清政府讨论的结果 就用一个强硬的外交姿态 发了一个就是 十二份同文教书 这个同文教书就是1900年 事情最复杂的 我们一直讲不清的 叫什么 宣战 宣战教书吗 其实这不是一个宣战教书 它是一个很强硬的外交姿态 这个外交姿态什么呢 就是大国炮台是中国的 你们不能这么去要 如果你们一定要大国炮台 那么你们就在24小时之内 下期走人 开路 这个十二份这个同文教书里边的 照会 就是一个强硬的外交姿态 那么这个外交姿态 我们去理解 清政府的目标很简单嘛 我入强硬的外交姿态 你们就不要不就算了嘛 清政府角色者这时候 根本不知道大国炮台已经不在了 那么这就导致一个重大的误会 这个十二份同文教书 不论是中国学者 后来一部分中国学者的理解 还是当时外国公使的理解 就认为中国政府要开战 中国政府要对着干了 要真干了 在这之前中外并不构成战争状态嘛 那么这让我们下期走人 开路 那肯定要干了 西伊波公使 加上 这个什么 总学务斯赫德 连夜 在这个公使馆 开会 开了一夜 这一夜的会议节的讨论 这个外国人有时候他就死脑子 这那时候 当然那时候也没手机 没办法去跟中国政府联系 他说外国人死脑子 中国政府让我们走 这24小时不行啊 我们这上线口子 里边还有教民 还有这个孩子 家俗 这24小时怎么来得及呢 24小时肯定来不及 这得找中国政府商量 得多给我们的事件准备 另外 中国政府能保证我们 在从北京到天津的安全吗 他一夜都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根本没想到 中国这可不是叫你走路 是让你 是不是好 不要就要这个大国爆弹吗 那么讨论了一夜 他们最后的结果 那没办法 因为北京的形势也很紧张 他认为就是 好像是中国政府宣战了 那 德国公司克林哲说 别把真的假的 明天咱们一起 明天上班的时候 一起到总领域 看看嘛 咱们找庆王爷谈谈嘛 当然我们不找 咱们找庆王爷谈的嘛 庆王爷一直跟他们打交道 关系也很好 里边咱们好多朋友嘛 找他们谈谈嘛 其他公司 这外国人有时悉命的很 其他公司说 这是不好办 这也不能为国家 咱们去这么 把自己命送掉了 这外国公司 一个时候就 你要看那个记录里边 就叫外国 克林哲讲 里面这一个人都生的样子 到关键时候里面都不行 都没人敢出头 克林哲说 你们都不去 我得去 他就闹了 这个第二天 他就说我去 后来克林哲 别人讲 你去这也不行 你去这太危险了 克林哲讲 我不仅我要去 主要是什么呢 总理雅梅和我明天 中午有个约会 要一起吃饭 没有通知我取消约会 那外交礼节 我当然要去了 因此等到天亮 上班以后呢 克林哲就从 德国公事馆里面就 带着一个秘书 带着一个中文秘书 德国的这种卫队 送他 离开公事馆 向哪 向我们现在东四 东四那个路口 就从那个什么 现在叫做正一路 出正一路路口 穿过插安街 往那个东四 东丹 东丹路口 东丹这个北边 走过来 一路吹着口哨 吹着口哨 我叫他吹口哨什么 有点像我们走一夜路 就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吗 吹着口哨 就坐着小轿走过来 结果到这时候 已经换的是中国卫队 就是出了公事馆之后 就中国卫队接他 他就带了一个秘书 带了一把枪 自己带了一把枪 到了轮廓之后 一下子人就不能这种慌啊 一下子出来一个 有这种 突然出来个人 可能 拿着巴子下来 咔 打过去 他就一打出去 好了 那中国的军队一看 哇 这外国人怎么敢打枪啊 啪了 中国的这种 当然叫什么 叫军机营的 后来说的很复杂 其实就是中国的巡逻军嘛 中国巡逻部队嘛 就开始把他干掉了 这就是科林德之死 科林德之死这件事情 可能后来影响了 我们那个是 公园里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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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排法 就是给他弄的 后来战后 战后到德国去赔赏 到德国 道歉 赔罪 就是摄政王去了 就后来摄政王去了 那么摄政王也属于 晚清王爷 第一个出国的嘛 第一个出国考察的 而且 真正见到德皇呢 所以后来摄政王回来之后 摄政王就从那开始 就属于晚清王爷当中 最具有国际视野的 我去年写过一篇 叫做叫做叫做什么 晚清太子党 我就专门分析 摄政王这一代太子党 在晚清政治改革当中 怎么起来的 怎么的到后来 就是在清王 这个改革后 到清王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这种政治立场的变化 和他发展的机遇 我就分析摄政王呢 就 窄风就在过程当中成长起来了 那么就是克林德死 克林德死之后 他导致一个直接后果 中外之间的交往 完全中断 外国公使 外国人 从此开始 就自己把自己 禁闭在公使馆里面 他和外面 一点都没办法联系 他不是我们什么呢 后来有电台 那个时候电台是刚刚发 中国刚刚使用没多少年 中国的电台在哪 当时在中国政府手里面 外国公使原来要发 给他本国发电报 都要把密码 写出密码了 交给总理亚美 总理亚美帮他发到伦敦去 发到莫斯科去 那么现在中国处在这么 和他处在这种紧张状态呢 外国公使也不敢再把密码交给中国 不敢发了 不敢发他和他的本国就中断了联系 中国政府和外国也没有办法建立正常联系 从此开始50天的时间 基本处在中断状态 整个就是东郊明项的公使馆 成为一个孤岛 成为孤岛 好办法 中国政府呢 想给他里面去联系 鸡带户和荣路 想给他送点水果去 因为那天气慢慢热了嘛 就七月份了嘛 六七月份了嘛 想送水果 送了大米 送了什么东西去 你送什么去 外国人礼貌的收下来 根本不敢吃 就怕里边放毒 我讲中国这个时候 人呢就是 这个人际之间就这样 如果互相之间不卸任了 你就没有坏心 他还说你坏心 那卸任了其实 什么都无稍微 就这种状态就是 外国和中国在那僵持 他那个大院子里边 就靠他们原来储藏的东西 自己在里边就自救 成立了什么呢 就是成立临时的这种师官卫队 有什么英国公司 负责当这种总司令 去指挥的这种巡逻 中国的 在里边的中国教民 躲藏的教民了 还有他的外国的这种卫队 就是 文流之班去警卫的这一块 这就成为一个孤岛 好办法 那么在天津的外国军队的将领们 在说天津被外国人将领就控制住 这个外国人打仗嘛 他和我们中国军队还是不一样 外国人打仗 你看现在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在这哪打 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什么了 外国人要打仗 一定要准备好 绝对的把握 这从六月份开始 中外之间处在僵局状态 当时就是 那外国人如果你要是说中国 在北京中断联系 那外国人 你一大大方方 你往北京来就是了嘛 不管处在战争状态 不处在战争状态 你的军队 天津有多少人往北京来嘛 天津当时 能够集结的外国军队 也有一两万人了 一两万人一往北京来的话 不也可以是能够破局吗 结果外国人 他们撤上的结果说 不行 说要进攻北京 大概需要八万人 那八万人从伦敦 从德国 通了调来 多久才能调来 那日本人说 我们就近可以多派这 英国人当时一开始 同意说 可以 这个主意不错 可以让日本去先办 这个事办了 后来西方人说 不行 日本这个国家很麻烦 你现在让他去先办了 最后我们都得听他的 这战互安排又麻烦 日本人 日本因为刚刚打完加国战争 对中国刚刚形成一种威慑力 日本当然想从这种 慢慢进入大国俱乐部去 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日本很想出力 结果西方不让他处理 不让他处理 他就将在那儿去了 将在那儿去之后呢 因此一直拖 拖到什么时候 拖到八月份 八月十四号 才破局 八月十四号就是联军 八月初联军才开始往北京走 联军往北京走 但是这个时候联军和中国政府 仍然不构成这种战争状态 联军仍然是说 他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要助脚 就是帮助中国政府剿灭一个团 他的理由仍然是这个 就是帮助中国政府剿灭一个团 那么这样的话呢 等到联军到了 一路这么走过来 打一段 走到修整一下 再往前推进 推进到就是 推进到就是围绕着 当时就是城墙了 现在我们看不到城墙 就是 怎么 广区门 朝阳门 冗定门这几个特别外国人 从通州打过来 过来就控制住之后 那中国老百姓 没有什么外国主义 也不爱党 不爱中央的 老百姓就帮着外国人去 去扶梯子 说从那翻 从那翻 翻过去 那边是 那边比较 地比较软 好跳下去 你怎么看这事 只有还有一波 中国老百姓是什么 去卖矿杆水 卖茶鸡蛋 就干这样的东西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从第一次鸦片杆成开始 每次遇到这种战争的时候 都敢给外国人打架道 哈喽 就直着就 就这样 就做生意了 中国老百姓在这 我们的本是真大的 我讲这个东西 我们去看看 当时的史料 当时的日记 旁观者的日记 你去看看 他觉得老百姓在这过来 国家和有什么关系 这国家就 你打就打了 而且他们不是好人 可以打 就这样吧 那么这种状态就是 清军根本就没办法置身 也清军确实不和外国人 构成一种战争状态 清军结束了 清军这种就散掉 散掉之后 当时联军的 联军的先前 也就通知中国政府 通过通知就是 西一太后和光细皇帝 你们不要离开北京 你们不要出宫 就在宫里边 联军绝对保障你们的安全 不会让外国军队进到宫里边去 联军实际上 8月14号进到北京内城来 就是二环一内 现在二环一内进到内城来 联军确实没有向紫禁城进攻 但是联军的很快控制了 控制了景山那个制高点 就他的景山上面 军队到了景山上面去了 他控制了制高点 但是他仍然通知中国政府 就不要离开 因为你离开怎么办呢 他要和你政府要谈话 要对于人家都谈办 就和你谈了 你都跑了怎么办呢 是外国政府 其实他怕你跑掉 结果中国政府 后来四环一太后的决定是什么呢 四环一太后讲 我这是国家罪 任何一种羞辱发生 都是对这种国家的伤害 因此四环一太后 光细皇帝讲 我们还是出去转转打链去 对吧 那就往命运 这个叫不走了吗 七十一路走的根本不是我们今天 后来的这种描写的 七七哗哗的样子的 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区要往西走 我们看张之洞的记录 看当时盛天怀的这个记录 从六月份开始就在准备 六月份到八月份 就是出行的路线 这种粮草 包括接待的地方都在准备 就是如果联军进到北京去 中国的最高要离开 要离开他就主要是讲的是国家的尊严 他怕什么呢 怕像发生那个就是宋朝 你要被给扣住了 给弄成这种战俘了 这清朝呢 当然在这之前几十年就发生过一次 就是其他的老公 咸丰帝 咸丰帝1860年出逃 也是这个原因啊 英法联军讲不要走 不要走 不会伤害你的 那先丰帝说不是我要走 是如果你要把我抓走了 怎么办呢 你把我扣到扣为人知 扣到你的军营去 那就是国家的羞辱嘛 因此先丰帝还说我还是得走 这段历史 我现在我也在 我现在知道写这一段 写这个先丰帝这一段 那么你就明显感觉到 就在1900年的8月14号 中国政府一定要走的原因是在这 而且中国政府走的是实际上很坦然的 中国政府留下了什么呢 留下了一波大臣 一波就叫留守大臣 各位可以去看那些材料 就是留守大臣这一波人呢 在北京啊 很快就控制了地面 他们控制地面就 外国联军进来之后 中国就八个国家的联军嘛 就分成八块去管理 把北京也要分成八块 八块管理 有八个国家去管 中国方面的配合是吗 这都是清政府的官 就成立维持会嘛 维持会这个概念 不是抗战时发生的 就1900年就成立维持会啊 你去看 各位去看了孕育鼎日记 孕育鼎日记里边就讲得很明白 孕育鼎就是留经大臣 留经办事大臣 他就在北京组织维持会 组织维持会是个对的事情啊 因为一个政府走了 外国军队进来了 你怎么能保证老百姓和外国之间 晚上的中外之间没有冲突 那怎么看到史料当中 北京死了那么多人 天津也死了那么多人 怎么回事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和1860年是一样 西方国家进来之后 确实是 惩罚 猝死为一波尔 也有一波尔呢 是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外国军队当中 也有这种烧杀强烈 这种事情 也确实有发生 因为什么 这个军队的素质比啊 英国的军队 英国当时正在非洲有战争 英国的军队参加联军到中国来的 主要是印度决人 那么印度决人呢 就是比英国 本土的这个英国人 素质要低了好多 他们进了北京之后 确实这种奸淫 抢的东西 事情比较多 这是一种状况 另外还有一条的就是 当时在北京发生的这种 就是1900年的灾难当中 有另外一个因素 也就在这之前 围困公司馆的 这个几个月的过程 这个几十天过程当中 中国方面有一波什么呢 有一波一直在忽悠牌外的大臣 这就是新军队谈判当中 就是惩罚的 叫招货大臣 这一波招货大臣 基本上是满门操战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 徐同 徐同是什么 文元阁大学是吗 他的家就在哪 他的家就在北京市政府 他的大门口写了一副队子 叫与鬼闻离 妄洋兴叹 那给大师娃对了门 他就这么搞 他们家呢 成一个什么 成为义和权的这种 临时的驻达地 义和权就从他们家 往公司玩去 扔什么炸弹 扔什么东西 那么这种联军进来之后 联军就是一定要复仇啊 这个复仇呢 是西方人的这种一种 一种是我们中国人 大概不可理解的 中国人讲 哎呀 这事都算了 都结束了干嘛呢 西方人一定要做这个 举一个最简单的 我看的材料当中 就是1900年 他们进来之后 为什么要烧圆明园 这里边其实并不是 当时并不是英国和法国 两国一定要烧圆明园 英国人一定要烧圆明园 法国人说 烧圆明园没用啊 圆明园那是一个 那更不算什么东西 圆明园中国老百姓 都不知道了嘛 我们知道是因为错了 烧了我才知道吧 不烧的我们不知道的了 就烧圆明园干嘛呢 就不能烧圆明园 要烧烧皇宫啊 法国人主张 就把皇宫给烧了 就把紫禁城给烧了 英国人说 那个紫禁城是个 世界威名遗产啊 那不能烧出来的 惩罚就惩罚在圆明园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军队 扣留几十个人之 就关在圆明园了 一度关在圆明园 因此最后的就烧了 圆明园是确实是英国军队 放火烧呢 一点不加嘛 但是他有个前提 就在这西方的这种 复仇观念和中国 可能有差别 因此1900年 八国联军 接到北京来之后呢 在北京的地面 确实发生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知道 等到一段时间 北京一平息之后 大概到了9月份 中外之间就开始了谈判 庆亲王和李洪章就被召会了谈判 召会了谈判之后 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 辛主条约吗 辛主条约我讲 我们今天归结到今天讲的主题上去讲 辛主条约 我为什么一开始我讲 就是 我对 义和权的这种观察 义和权 义和团这个观察 我不认为原来两种看法是对的 就是 什么反敌战国 什么这种反人类 我都认为有问题 是什么 因为我想回到辛主条约的讨论 辛主条约的章程 这个总章里面 他对这件事情 对1900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性质性的概括 他认为呢 和这些老百姓是毫无关联 就是我们过来讲 义和权和义和团运动 就把义和团作为一个主力 但是辛主条约当年的讨论认为 这一拨人都是被蒙骗的人 真正要处罚的 不是这一拨老百姓 要处罚的 就是中国的高官和王爷 外国人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 外国人提供出的168米 需要处罚的 叫做招货大臣 从端网到庄网 到几个这种部长 总共是168人 全部处罚的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后来讲 那个运动 他说运动状 基本上来讲 就处在这么一种 老百姓处在一种 被蒙蔽的一种状态 所以大家 我想的可能 我想就大概 就这个故事吧 可能 可能要是重新讲 回到一个历史的 本来的面貌去讲 可能是这么一种状态 好吧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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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